是这样的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让大乔客串这场戏 但是他这个 终极大boss这个形象 实在是太棒了 我跟编剧商量了一下 打算让他加一场 跟女主角互动去 那终极大boss 不是来拆散男女主角的吗 要跟女主角架什么戏啊 这个 这个 终极大boss 这个邪恶的对待女主角 就是 就是看起来吧 像亲人 其实不是亲人 吻戏 这样 其实呢 对 我 这是演戏 你是一个敬业的女演员 为了咱们电视剧的 播出的精彩 你一定会非常愿意的 对不对 你问他吧 他没意见 我就没有意见 怎么了 你们吵架了 他生气会很久吗 不会 他脑容量小 吃顿饭就忘了 吃顿饭就忘了 饭 咱们中国人不是有句孙子吗 俗话吗 叫做吃人的嘴短 萱萱 大条 跟你们商量个事啊 就算薛妖怪答应 萱萱也肯定不答应 我记得要解答了 我跟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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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呢 都是脸 要买哪种 小伙子啊 不知道买哪种了吧 不要买炖银耳的泥 炖银耳的泥 那当然是血泥了 不要买错了 我家爱你老婆的妈了 谢谢啊 不谢不谢 好 还想跑 偷我老婆子的钱 你爸妈没教你做人的道理吗 走开啊 手管协设 那边好像打起来了 我过去看看 大哥 求你放老婆 我再也不偷了 真的 老婆 对待老人要客气 因为你也有老的手 我知道 我再也不敢 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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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抓到了老婆婆 快打人 快报警 快报警 这边有人在打架 这边有人在打架 行吧 不用找了 谢谢啊 怎么回事 怎么电话里说 薛妖怪因为打人被抓了 而且警察 为什么只给你打电话 不给我打电话呀 难道我这个伴侣关系的人 还不如你这个马皮筋啊 田小姐 你下次问我这么多问题 要我回答哪一个 都要 大乔哥应该是怕给你添麻烦 所以才让他们打给我 可是你那个前男幼李警官 真的非常没情面 非要你过来领人 我们大乔哥打人 肯定是有原因的嘛 你说得得白说你 现在老婆婆还在昏迷中 你也看到 老婆婆和伤者产生争执 当伤者把老婆婆推倒 撞晕的时候 现场有没有其他目击者 没有 没有 如果你是见勇为 只要制止就行 为什么要暴力殴打伤者 我并没有暴力殴打的 事实是 伤者背部的撞击 多处软组织磋伤 肋骨断了三根 这也只能证明 我是用力不当而已 我说了我不是故意的 你看起来态度很不诚恳 我说的都是事实 小晏哥 先出来一下 我们家大乔怎么样 受伤了吗 你怎么不问一下 他把别人打成什么样子 背部多处软组织磋伤不说 肋骨还断了三根 我们家大乔不会随便打人的 之前因为吃醋 打伤男演员 现在又在超市打断别人肋骨 天静止 你是不是有一天 鼻青眼中躺在医院 你才甘心 如果是因为我离开了你 而让你遭遇到不幸 我真的死都会不甘心 我觉得你的逻辑真的很奇怪 我不认为这中间 存在什么因果关系啊 他根本配不上你 可是我爱他 怎么办呢 在你看来完全配不上我的他 还有点暴力倾向 我闹脾气的时候 他甚至宁愿拆了我的门 都不要哄我一下 可我就是爱他 我爱一个人就是这样 只要他不离开我 我就不会离开他 你简直 怎么突然磕成这样啊 瘦得一把骨头 工作这么拼也没见 发几个奖金啊 你去交保释金 把你家伙带走 好 你去交保采金就要勾动了 你去交保采金 我去交保采金 你去交保采金 我去交保采金 你去交保采金 你有没有常识啊 遇到这种事情 打电话报警就好了 你干吗要把别人肋骨打断啊 如果在你发生车祸以后 我只是报警的话 你也不能站在这里 给我讲这些大道理 好 我是冷血动物行了吧 听到你被抓进警察局 我都快吓死了 还害我在李燕之面前丢人 还连累我 算了 什么算了呀 你要干吗啊 算了就是不想连累你 也不想再管你了 那最好我才想算了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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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就要我永远别回来 不要怪我这么多天 我管你 不要怪我这么多天 没有来看你 前些天我真的很忙 你看 我现在不是特地来看你了吗 我今晚就留下来陪你 田小姐 你今天怎么一直心不在焉的 你跟大小哥还没和好 不许提他 那他今天跟张小姐拍吻戏 你看着不是更生气啊 今天 今天 今天拍摄内容 不是已经给你了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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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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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喊了 他 陳靜芝 你倒什麼亂呢 你是導演 我是導演 你你是導演了不起啊 劇本說趕就趕啊 讓我男朋友跟我閨蜜接吻 還能不能一起好好玩耍呢 我不管 不能是真妻 給我劫位 否則我砸了你劫劫 陳靜芝 你求導演了 對不起 對不起導演 我 我喊錯了 繼續 繼續 你追出來幹嘛呀 你女生在裏面 周末帶妹妹回家吃午飯 什麼 站住 這 周安 你去哪兒了 我去了哪兒 好像跟你沒什麼關係吧 我是你女朋友 又是女明星 你現在一舉一動 都可能會給我帶來麻煩 那你 立刻宣布跟我分手不就好了嗎 學會你 你 我 我 溫馨給我見位 見位 下周拍角色封面 你这样化悲愤为食欲 没问题吗 我是真的饿 你最近到底跟大乔在闹什么 到底是谁的错 当然是他的错 一大早不知发什么神经 去超市买东西 然后打伤人 还害我在小爷面前丢脸 你没搞错吧 你们家大乔去超市买东西 是做给你吃的 菜单都是我列的 这么体贴的一个男人 你到底在抱怨什么呀 不会吧 他可是黑暗料理小王子啊 坦白吧 你到底是担心怕在小爷面前丢脸 还是在担心他呀 谁担心他了 他都能打断人肋骨了 有什么好担心 那你甩了他不就得了吗 反正等着接手他的女人 从这儿都排到了江边 不得不说 你们家大乔的唇形 还真是唇收中的接吻唇 只不过吻技嘛 喂 不要逼我跟你追焦啊 真的生气了 好 好啦 不逗你啦 拍本戏我可以 你们家大乔呀 为你守身如玉 很纯情地要求 借位 不可能吧 他可是你的粉丝 网名都叫保镖团长的 好 你们家大乔加入了我保镖团粉丝会了 还叫他会费啊 好 那我给他打折 还以为你会给他免费 不会 我是守财奴 你才是善财童子 这这这这 肉去哪儿了 天哪我会肥死的 要不要考虑去我家 喝点红酒压压惊呢 好主意 这儿 旁边这位小姐买单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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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